平安弟兄姐妹 很高兴地跟大家分享 我们已经恢复我们实体聚会的 来到第二个的主热 刚才聚会充满着神荣耀的同在 充满着欢喜快乐的气氛 如果说你还没有回来实体聚会的话 请留意一下我的报告 打从下个礼拜开始的时候 教会将会开放给200个弟兄姐妹 回来实体的聚会 可能你会有疑问 在苏邦兔的大门营 如何能够容纳200位信徒呢 我想告诉弟兄姐妹 下个礼拜六 也就是25号7点半 我们的角洞植糖点将会重启 我们礼拜六傍晚的崇拜 凡事居住在靠近角洞的弟兄姐妹 我鼓励你去到我们当中 进行我们的实体的崇拜 那么如果说下个礼拜天的主日 十点钟你是没有办法来到 苏邦兔我们的大本营 我也鼓励你去到我们的角洞植糖点 我的意思是说有200个开放的位置 原油湿我们的甲通的植糖点 还有包括这里 苏邦兔大本营所开放的位置 足足将会容纳200个弟兄姐妹 但是我再次提醒大家 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够回来 70岁以上的长者也暂时没有办法回来 我要求大家耐心地等候 好 这边有第二个补充的报告 听好 听好 现场直播只有在礼拜天的 十点钟早上一堂而已 所以如果说你是暂时不打算 出席我们的实体聚会 也或者说你没有办法 即使赶得上这200个名额的话 你得去到线上的聚会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Sharing is caring 记得要自己在线上观赏聚会 尽可能分享出去 越多越好 好让你认识的主人的弟兄姐妹 或是朋友们 同样的能够收看我们的主人传办 在这一边 我要要求所有的弟兄姐妹 听好 13岁以上一直到69岁的弟兄姐妹 礼拜一我们的行政同工 将会分发这个邀请 当你收到我们的资讯的时候呢 要在24小时以内 回复我们 确认是否在下个礼拜六和礼拜天 你要出席哪一场的崇拜 一旦确认之后呢 我们将会为大家保留你的位置 听好 我们原性的原则是 First come First serve 记得哦 下个周末见 愿神赐福大家